中國銀監會的國際部主任韓明志他講說 台灣從來都沒有依照WTO的規範對大陸開放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像900多項的產品呢 是禁止中國大陸開放到台灣來 但是大陸可是依照WTO的規範喔 他是匯集所有的成員包括台灣 金融業登陸開放呢 台灣可以早收六項 而且部分已經是超越了WTO的這個待遇 可是台灣只開放 一項給大陸進來台灣 然後呢中國大陸不求項目對等 只希望政策對等 我想問一下 兩邊都覺得自己受委屈 台灣甚至有講說我們拿鑽石換彈珠回來 到底是誰受委屈 誰得利 誰讓利 如果從早收清單來看的話 我們單從早收清單來看 的確 如果我們要再做一個比喻的話是說 台灣很像是 在撒嬌啦 就說跟老 跟老大哥在撒嬌啦 就說因為本來兩岸的 本來一般雙邊的協商跟談判 就是 有拿有給嘛 那可是我們怎麼會變成是 我們要強項 要出口更多 包含我們的石化 跟機械等等 其實都相當的成熟 然後要再進一步的零關稅 可是相反的 在台灣這部分 我們還是 認為說我們有很多弱勢的 17項等等 這樣的一個 角度來看 就說你 強的要更多 弱的你又要保護 這不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談判的心態 當然我想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是跟兩岸 我們剛剛所提過的 他要讓利 他有跟 要以金促銅 等等這樣的一個目的 有關係 那即使 表面上看起來 台灣似乎在這樣的 好像是得利 找收清單 可是 我想我們 做一個 國家整體的一個 產業政策 或是說國家一個 治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畢竟不是 企業 也畢竟不是 一般的 就是說 只看會計成本 好像你如果只看那些 關稅的 緊張的會計成本 我們似乎是得到好處 問題是說 經濟學的 或是經濟的資源的配置的角度來看 在我看來 這反而 找收清單只是 兩岸貿易裡面的一小部分 當然可能到15%到10%之間 那其實這個對資源的配置來看 其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說 當初GATT跟WTO 他要規定規範 絕大部分的貿易 在一定的時間內 應該要自由化 他為了就是要避免 這種討價還價式的 選擇性的 好像沒有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產業政策在支撐的 一個找收清單 在我看來其實這個對台灣 未來的整個經濟跟產業發展 在我看來並不是 那我可不可以請你具體的談 如果說我們是短期看到的確 我們是得利的 那中長期 我們的風險 我們的危機到底是什麼 就經濟的角度來看 像本來就是說 說實在我自己是一個堅定的自由貿易的主張者 就是說我們 會更希望是一視同仁 那一視同仁當然要嘛是你單邊的自由化 要嘛是在WTO多邊的自由化 基本上我們對這個FTA這種優惠性的 帶有差別待遇的這樣的一個貿易協定 是比較懷疑的 那為什麼呢就是說我們很清楚在這個找收清單 是不是就看到這樣的例子 又不要把手工利機列進去 又會把PV或PE等等列進去 基本上好像都沒有一個客觀的準則 或是一個產業政策一個 這樣的一個高度 似乎都是那個賴老闆 或是說那個是實話大佬 賴老闆有進去啊 賴老闆最後一刻進去 就是賴老闆為什麼進去 有沒有告訴我一個標準何在 就是邏輯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可能在 馬專統在雙英篇論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 大家如果看到從這個角度來看 會不會覺得很荒謬嗎 就說 賴老闆那個手工利機進去 是因為那樣的一個場合 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個怎麼樣國家整體的經濟跟經貿的整個發展政策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當初GATT就是要規範 絕大部分的貿易要自由化 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情況 黃老師你在講話的時候 我看到馬老師一直在點頭 可是林老師頭都沒有動 換句話說馬老師應該相當程度是認同你的說法 可是林老師顯然不是 林老師你的看法是 其實我們政府要要求開放哪些東西 其實他是有算過的啦 對不對 關稅高的 我們有競爭力的 當然就要求先開嘛 然後跟國際之間的比較 所以其實那個項目是有選定的 但是這是我們希望的 但是大陸當然會考慮他自己 內部的 競爭的強項 或者弱項 所以他 剛才鄭立宗講了嘛 他們覺得他們實化 正在起步當中嘛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對他們的壓力比較大 就在他們的考量下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要減緩 所以我們這邊當然是Push說 我們希望這幾項這幾項 那他們那邊就說 好那幾項可以開哪幾項 不能開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就是雙邊談判的結果 其實背後都應該要有 各有一些 有一群人在後面嘛 當我說 開這個時候我可以 減稅可以減多少 開那個的話怎麼樣 就大家應該都很精心的在那邊算過 FTA談判一向都是這樣 減稅的項目 減稅的速度 減稅的時程 那個其實都要非常精確的計算 我想你一定能認同 短多 在短期台灣的確是得利 但是 中長期 台灣是不是長空 這個其實 很重要的是說 FTA他主要的目的是讓雙邊能夠更充分的發揮他們的比較力 所以長期下 絕對也是有好處 但是我講的是 整體啦 不是所有的人嘛 對不對 你有競爭性的產業你一定會變得更好嘛 但是 你一定有弱勢的產業 所以長時間下 你的弱勢產業 會變得比較慘 因為人家競爭競爛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要利用這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可以想辦法來協助這些弱勢產業 升級啦 轉型啦 等等要協助他們輔導他們 所以你要有一些時間 讓他們來做這些轉型的動作 班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們釐清一些觀念 然後就是說國對國這種國際自由貿易 似乎大家都用所謂的零和遊戲來去思考 也就是說大家都說早收清單早收清單換另外一個角度就叫做早損清單 台灣早收清單就是中國大陸的早損清單 中國大陸的那兩百多項早收清單就是台灣兩百多項的早損清單 真的我們在談不管是ECFA或者是比較一般正常的FTA 是真的是所謂的零和遊戲 我拿了你就損失 你拿了我就受傷害 還是說有那種雙贏的可能性 如果扣連到這一次ECFA 到底是真的是 我的早收你的早損 你的早收我的早損 是這樣子嗎 其實這個都是 保護主義時代的看法 過去認為 一個產業 如果政府有保護 這個產業 就會發展得很好 沒有受到保護的產業 他就會面對很強勢的競爭 最後 就淘汰了 我們其實今天在談早收早損 最基本的理念是這個理念 就是政府要把一個保護的大網 要趕快撒下去 讓極少數的產業 成為漏網之魚 所以受害了 其他沒有列入清單的 還繼續得到保護 但是如果你看台灣過去發展的歷程 你會發現 受到最高保護的產業 都是 最糟糕的 最沒有競爭力 最沒出息的 而台灣最有競爭的產業 都是不受到政府保護 都是放牛吃草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是到了 應該 洋氣這種 保護的 這種 舊觀念的 這個時刻 但是 對於 剛才到底是早收早損 或者 晚收晚損 這個概念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可以討論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最後 一定是 全收全損 我聽不懂 因為到最後全面開放 所以全部的都是 獲利 或者全部都是受損 看你怎麼樣解釋 就是 全國所有的產業在全面開放之後 全面都獲利 但是 你要從悲觀角度來看 全面都受損 我們一定要走到這一步去的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很關鍵 不是現在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變成就是 我們還是一直強調 你只要一脫離了保護網 你就死掉了 這叫早損 但如果雙方都把保護網撤掉 雙方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雙方才真正的把它的優勢發揮出來 到最後 兩個經濟 都能夠各展所長 因此那就是雙贏 所以 所以我們如果 真的談什麼早收早損的話 我們要知道 照目前的這個談判模式 因為兩邊有一個平臺建立起來 它會 一階段一階段這樣談下去 所以幾年之內 大概90% 就全早收了 或者全早損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計較 到底哪一些提早了一年 哪一些晚了一年 這第一點我覺得可以釐清 第二點就是 其實 剛才洪教授他想要 把一個觀念表達出來 那就是今天為什麼有這539項 列入早說清單 他們是根據什麼邏輯 什麼樣的思慮 甚至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發展產業的戰略 放進去的 其實 應該這樣說了 我們有兩種思維模式 一種就是 消極的 那就是 列入早說清單 是一個解讀劑 是 因為 東西加一 開始實施零關稅了 而東西裡面很多國家 像馬來西亞 或者像新加坡 他們有很多產業的競爭優勢是蠻強的 當他進入中國大陸 零關稅的時候 他又會使得 台灣要納稅進去的 可能會在一個階段之內 比如說兩年之內 三年之內 會受到傷害 如果是有這樣的考慮的話 這個解讀劑的作用就是 我要把這個 他因為零關稅跟我們競爭 而對我們產生了傷害 我要把它抵消掉 而使得我們可以 同樣零關稅跟他競爭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要考慮 哪一些產業 他最需要解讀劑來幫忙 所以中毒的可能性越大的 我就給他越多的解讀劑 中毒可能性越小的 我就不要給他解讀劑 所以早說新丹應該以這樣的理念 來列入 所以今天有沒有以這個方式列入 這就是我們需要去考慮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是 強勢的產業盡量列入 弱勢的產業盡量不列入 所以跟我剛才那個解讀劑的 那個精神是相反的 因為他的競爭量越強 我就越給他納進去 是 競爭越弱就越不納進去 所以 我們應該是沒有一個全盤的 產業發展戰略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如果 我今天 想要打一個如意算盤 我想要從 列入清單裡面獲得最大利益 那麼我要怎麼樣做呢 我最好是怎麼樣一個產業呢 我最好是一個 我在大陸 打遍天下 沒有敵手的 一個產業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根本就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在這個地方 用零關稅來威脅我 如果是這樣的產業呢 我納入清單之後呢 我就可以讓我在大陸的版圖 大幅度的擴大 我的獲得利益可以大幅度增加 這個是最理想的一個案例 但是 如果今天呢 我們清單裡面放的是這樣的案例的話 就表示 你的清單是在 圖利少數 強勢產業 而不是照顧台灣整個產業發展 那第三個部分 我想我們需要去思索一下 中國大陸讓利的 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已經提到 它是有一個政治目的 為了要促成統一大業 所以他願意在這個時候呢 先給你一點甜頭 因為這個甜頭給不久的 這個甜頭兩年之後才會兌現 那也許三年之後呢 就另外一批開放了 所以這個甜頭 只是在這個時刻你覺得 好像很重要 但是在過一段時間 當大部分的產品 都列入免稅清單了 因為覺得 他找了一年又怎麼樣 可是在這裡有一個地方是需要思索 那就是 我們有539項 免稅進入中國大陸 兩年之後會實現 而他們進入呢 我們認為最正 最正當的顧慮就是 因為 他要面對 東協加一的 這個免關稅競爭 可是 相對的 大陸有267項進入台灣 他進來之後呢 他不是解毒機 因為台灣沒有毒 因為台灣沒有加入東協加一 也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像樣的 自由貿易協定 換句話說 他進入台灣呢 他不是因為受到他的競爭者的威脅 處於不平等地位 所以他免稅進來 而且他就是免稅進來 而他免稅進來 是要跟台灣 原來這些廠商 要直接 面對面 做 做對抗 所以 從這邊來解讀的話 我們 包含的項目多一點 是合理的 他的包含項目少一點 是 也是合理 可是 如果過了兩三年 就全面開放了 那個時候呢 這個全面開放 顯然 對台灣來說 就不見得合理 因為 台灣即使全面開放了 只是拿到跟東協加一 一樣的 地位而已 而大陸 全面開放 免稅進入台灣的時候呢 因為他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他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 他所獲得的免關稅利益 就百分之百 是免關稅利益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思索的話 今天大陸 的這個讓利呢 不應該是委屈的 即使不是為了政治目的 我們也不應該說 他是不合理 這會不會很像 在下圍棋 他第一子 第二子先讓你吃掉 然後讓你 進到他整個佈局 最後一定是你按照他的邏輯在走 然後搞到台灣全盤結束 就是你說的零跟一的問題 會是這樣子嗎 其實啊 你要論經濟競爭力來說的話 我不認為台灣會輸給大陸 但是呢 中國大陸他今天 他希望以 經濟作為一個 籌碼 來實現他的統一大業 所以他在 利用 ECFA或者後面的 自由貿易協定 進入台灣的時候呢 他的目的不是說 我要讓我的產品 能夠在這個市場裡面 獲得多大利益 因為 對中國大陸來說 台灣的市場實在太小了 是 加這個市場 少這個市場 一點差別都沒有 是 可是如果 他透過 譬如說這是一個木馬 他用這個木馬進到台灣來 然後呢 他就可以利用這個木馬裡面 所潛伏的 這些伏兵 到最後把整個台灣攻佔 他所獲得利益 就遠超過他今天 讓利所讓的 任何的利益 但是如果明知道他是有這樣的圖謀 而我們也願意跟他配合 這時候就必須要去 討論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那就是 台灣如何防備自己 不被統一 是 不被這個木馬裡面的伏兵 所攻佔 可是 我認為 今天 兩岸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論是 執政黨 還是在野黨 都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 是 沒有人想到 我們 在引進大陸 這麼多的企業 這麼多的商品 這麼多的資金之後 台灣要如何自保 我們要如何把台灣原來比較弱的 這些企業 讓它變得更強 是 使得整個台灣有 非常強的戰力 是 足以跟大陸對抗 是 我覺得今天 最迫切的 是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呢 是沒有人 去關切 每次馬老師來都給我很多很多新的觀念跟啟發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把這一次 中國200多項進來台灣這個當成是木馬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擔心 中長期之後 可能會對台灣在政治或者是經濟上 造成很大的衝擊 因此馬老師特別的 語重心長講說 防火牆的概念 你一定要現在建立 可是我們來看看不管是藍或是綠 都沒有考慮思考到 馬老師所說的這些話 我們來看看總統馬英九 馬總統講的 其實主要還是在項目跟數量數額的這個部分 他說現在呢 這一個 ECFA的文本 特別是早收清單跟智慧財產權保護呢 只是前菜 後面還有更好的菜 主菜 大菜要不出 換句話說 還是在數量 跟數額的部分 不是後面他所說的那個主菜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全收全省的那個單子 對我們來看看副總統 蕭萬長他說 兩岸經濟條件不同 量體 懸殊 我們經濟規模差太多 所以台灣早收清單多一點點 不是對岸讓利 是互惠 互利平等 這樣子的概念 而且 等一下我們好好談 早收清單特別集中在 傳統產業跟服務業 而且 多半集中在中南部 可以平衡台灣的產業結構 也均衡區域發展 賴斯堡國民黨立委他講說 政府敢對中國開放的項目也就代表說 台灣的產業是 經得起衝擊 經得起競爭的 而越開放就會越強大 產業也可以趁機來轉型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蔡主席他說 重點都放在早收 這是轉移焦點 政府沒有告訴人民將來十年 ECFA在台灣會造成什麼衝擊 而民進黨發言人他說 中國是為了塑造 讓利很多的這個印象 而且對南部的民眾或特別團體 帶有政治操作的目的 一般的FTA大概都不會發生這種情形跟考量 林老師你怎麼樣看待我們剛剛談的說 如果他是 兩百多隻木馬 顯然我們都沒有防火牆 導致中長期我們會面臨很大的風險 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裡面最關鍵的其實還是我們台灣自己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關鍵 我想未來 五年十年之內 我們怎麼樣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我覺得是非常關鍵 包含我們的 中小企業要轉型升級 這個其實都是 都是進 都是競爭力的提升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 現在金融產業 我們銀行要過去 他們銀行要過來 但是因為規模 不對等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 要講這個 要把規模的 因素考慮進去 比方說 到人口是我們的六十倍 所以 他們在我們這邊開一家分行 我們在那邊要開六十家分行 OK 規模上是這樣講 但是 其實我們要看競爭力 我現在問一個很簡單問題 假設說 中國的最大銀行 工商銀行到台灣來 他規模很大了 如果說我們銀行給他買走 那我們當然會很緊張 假設說 我們不讓他買銀行 他要在這裡佈點 他自己去佈 我們不讓他買銀行的話 我請問 有多少人 台灣的人 會把你們的錢 存到 工商銀行 你可以想想看 花旗銀行在這邊多久了 BOA在這邊多久了 台灣銀行活得好好的 中國工商銀行的競爭力 會比花旗銀行高嗎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的銀行的競爭力 絕對不會輸給 大陸的銀行 所以大陸的銀行過來 即使他的規模很大 他在 我們在台灣的存放款利差 就1% 台灣銀行要在這個 1%的利差下面 很努力的工作 大陸的銀行 他的在大陸的資金的利差 是差到45% 所以他的經營效率 跟我們的經營效率差很多 所以 工商銀行到台灣來 能夠做到多少生意 我是 蠻懷疑的啦 也許 我們也許 我打岔一下 幫一般民眾問這個問題 中國大陸 不管是人民銀行 或工商銀行來台灣 他難道不會說 我把定存利率弄到3% 現在台灣的這些 台灣銀行只有一% 我當然半夜都去把台灣銀行的錢 領出來去寄工商銀行 那你台灣的人不是很高興嗎 你的利率增加那麼多 台灣銀行就倒了 怎麼可能呢 那個錢那麼多 而且他的資金成本 他如果要在台灣吸收的話 那個他資金成本是1 他要用3拿出去 他不賠遲了 他只拿大陸錢丟到台灣來 他那麼傻 他不用賺錢 所以對這些 200多項開放 其實不會對台灣產業造成重置 最多多0.25% 我看差不多了 不可能弄到3%去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他們這種效率的問題 當然因為他規模很大了 如果他來說 把整個把台灣銀行買走 那我們當然就會緊張 所以我們政府可以規定說 他如果要來購病 我們銀行 比方說最多就是10% 對不對 我限制他 但是你如果自己要在這裡布點 你可以去布 但是我們會有多少人要把錢存在 所以我們在持股 或是購病的時候要更注意 但是他如果是只是進來跟我們一起競爭的話 我們不見得 我覺得 我覺得至少像銀行 或者我們目前開的 這些找收的項目 像畫籤 纖維這個 台灣的競爭力比他們高很多 所以你進來我們 就是說我們政府是考慮到說 進來以後對我們的損失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才 放他們進來 我其實很想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理解 那到底ECFA對他 特別在經濟上 剛剛馬老師也講說 這個不管是政治或經濟 在未來5到10年內 都是全損或是全收的情形 那到底中國大陸 怎麼樣去思考ECFA對他的好處 或壞處 如果不管是對台灣 對中國大陸在政治跟經濟上 ECFA都是全損 或者是全收的局勢的話 那ECFA很可能是改變兩岸 未來10年 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我們來看看ECFA對兩岸 未來究竟會造成什麼樣正面 或是負面的衝擊 兩岸兩會昨天確定了 ECFA的早期收獲清單項目 只是對一般民眾來說 幾百項的清單項目 究竟哪一些會影響到自己 還是搞不太清楚 而即將在6月29日到中國重慶 簽署ECFA的海集會董事長江炳坤 他在之前就強調過 早說幾項並不重要 重要的還是ECFA簽了之後 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ECFA我相信是今後 不只是兩岸交流史上重要的一個點 也是台灣經濟要偷胎放股 大陸台商要升級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起機 江炳坤期待兩岸都能掌握住ECFA的契機 但問題是對企業主來說 能不能在這一次就列入早期收獲名單中 先享受到零關稅的優惠才是重點 就與工具機業者來說 目前整機登陸的關稅高達9% 但現在公布的清單中卻只爭取到零組件 以及低階工具機整車登陸零關稅 但中高階工具機才是台灣的強項 現在的結果將逼得他們最後出走到中國設廠 零件變成是零關稅 那整機要關稅 那等於對整機場來講是不利 那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不如就大家都不要 大陸的工具機的製造成本會更低 那台灣的工具機的整機進去的話成本相對提高 那這個競爭優勢等於是沒有 當初說要簽ECFA就是希望能透過到中國零關稅的誘因 讓在台灣的廠商不會因為關稅的不利競爭而出走 但對照現在廠商的說法 出走的因素似乎沒有消失 倒是對台灣的勞工來說 隨著兩岸經貿更緊密的結合 彼此之間在經濟上的影響也將會比過去更快速 兩岸經濟在ECFA簽署後勢必互動更為緊密 中國經濟對台灣來說更是牽一法而動全身 而中國近來從人民幣升值 到銀行可能爆發信貸危機 或是通通的壓力 種種的消息也都讓外界不得不對下半年的景氣更小心以對 因為我們挑開藍綠的觀點來看ECFA 我們就從國外的人來看好了 也許這比較公正客觀 因為第三者 否則你來一定支持 我自己也沒有這個立場 好我們來看看 大潛儀這兩天的新聞熱點 這樣暴力行為不好 我們來看看大潛儀說 ECFA是台灣很重要 是台灣經濟精心調製的維他命 簽了ECFA再簽FTA 也會讓台灣得到公平的競爭 換句話說大潛儀是一直看好ECFA 對台灣的優勢的增加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這個訪問學者 羅生他講說ECFA有利於台灣參與地區的經濟融合 台灣是整個亞洲全面地區建設的一個很重要的障礙 那如果說兩岸簽了ECFA之後呢 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呢 就可以實現更快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契機 日本經濟新聞他講說兩岸就ECFA達成協議 隨著關稅撤銷 將會對 在大陸市場的台商 是有利益的 那因此可能會間接影響到日本跟韓國的企業 所以他是站在日本的角度說好 那日本就要如何去思考 如何運用台灣這些企業 或者台灣這些其他的團體法人 這會成為日本企業很重要的課題 他的意思就是說 日本要好好思考一下 要不要透過台灣做一個跳板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這樣說比較實際 諾貝爾經濟選獎得主 威廉森他講說 台灣跟大陸要簽ECFA 接受對方誠意之餘 要記得往前看 而且 要有防衛措施 這跟馬老師剛剛講的很像 要確保雙方協議能夠按計劃進行 德國企業的這個台灣委員會主席他說 可以減少歐盟與台灣簽FTA的政治阻礙 這跟國民黨執政黨的說法其實是比較接近 獨辦新聞講說 大陸對台灣大幅讓步 可以說是針對統一的懷柔政策 這個是指政治的部分 如果我們回到經濟的部分 大陸恐怕也是面臨全收或是全損的情形 究竟是全收還是全收 我想我先這個補充一下 特別是針對第一個大前研寅先生講 我自己覺得他會不會太異想天開了一點 他說我們只要簽了ECFA 台灣就可以跟其他國家簽FTA 事實上人家 這個中國的官員在海外接受 海外的人媒體專訪的時候 中國官員就說 No way 不可能 你一定要經過我們同意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前研寅他真的是 坦白講我覺得他對台灣不是 他是趨勢專家 他是趨勢專家但是我覺得他對台灣不是那麼了解 跟熟悉 不過維他麵現在不能亂吃 因為也有小孩子吃出問題 好那另外 我還要再補充一個角度就說 其實剛剛林老師有聽到銀行業的一個狀況 那確實這一次呢 銀行業的一個 優惠就整個早受清單 看起來對銀行業真的不錯 包括說我們現在只要 設立一年的分行 子行我們就 就可以乘坐人民幣的業務 但是大家不要忘 確實中國的市場很大 但是呢 台灣能夠拿到多少的市場 我們能夠拿到多少的商機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疑問 因為前一陣子 有一個 在 在中國大陸 成立這個 就是外資 外資的銀行的負責人 高級主管 他來台灣參加一個經濟的論壇 他就挑明了說 他說 其實 台灣的銀行 你們想要進軍中國大陸 你們真的不要太樂觀 也不要太意想天開 更不要太天真 為什麼 因為外資目前 在中國市場的銀行的市佔率 也不過2到4% 他們已經做得這麼辛苦 也不過2到4% 所以他做了一個非常 有趣的一個比喻 他說呢 現在整個中國銀行業的這個市場 市場占有率 如果說當地的中國的銀行業者 是用吃肉來比喻的話 那麼外資呢 就只能 河湯 台灣業者呢 他是不好意思說 他只有 我自己是覺得說 那我們台灣的業者 是不是只能半頓 在那邊等人家沒有吃 剩下的菜跟飯 才能夠吃 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潑能水 我只是說 我覺得台灣銀行業者 自己本身的問題就很多 包括你銀行家屬很多 包括你的這個規模體制 你從來沒有辦法 這個競爭到全球前10名之內 包括你的產品 太類似 可是吃得到吃不到 那是銀行自己的問題 你至少給他一個平等的 我覺得就是說你可能會多那麼一條路 但是 洪老師我請教你 馬老師剛剛有談到所謂的防火牆 那個概念 也許我們今天會有兩個很重要的 建設性的建議 一個是馬老師講的說 在簽了之後 台灣如何思考建立防火牆 避免中長期的權損 另外一個建議是 當ECFA真的會造成兩岸之間的產業 經濟很大的改變跟影響 在這兩三年過程中 台灣 究竟能夠讓我們短期利益在延長 我們到底在還要再做些什麼東西 關鍵的那個轉捩點是什麼 我想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馬老師所提到的防火牆 我想這個重點在於 就是說 大潛醫師你講的 精心調製的一個 維他命 我想重點在於這個精心調製 這幾個字 不在維他命相關 我想這個 我們自己在下西洋期 就說 對方給你一個冰煮 不要隨便亂吃 因為有時候吃了那是有毒的 但我想這樣講的話 又從金貓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走